如何在Windows中使用HPPC Hardware Diagnostics? 只要执行Windows版HPPC Hardware Diagnostics, 您便可以隔离并识别HP电脑上的硬体问题。 新的HP电脑已预先安装Windows版HPPC Hardware Diagnostics, 您也可从HP.com斜线沟斜线TechCenter斜线PC Diagnostics下载。 若要在Windows中开启此公用程式, 请搜寻并选取HPPC Hardware Diagnostics Windows。 如果出现提示,请按一下是允许应用程式对电脑进行变更。 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HP OMEN PC等专位游戏而设计的电脑, 本应用程式可能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功能是一样的。 应用程式会开启系统资讯索引标签。 您可以从这里,检视系统规格。 搜寻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的更新。 针对统一可延伸任体界面,UEFI,启动诊断。 并与HP Support社群联系。 应用程式上方有多个索引标签,可让您检查电脑的各个部分。 电脑测试索引标签可让您执行快速系统测试。 这项测试会检查您的系统,确认主元件的运作正常。 选取开始快速测试让测试开始。 每次测试完成后,通过或失败的状态就会显示在测试旁边。 您可以从右侧选取查看描述选项,了解更多资讯。 装置检查索引标签可让您在装置的子系统上个别执行测试。 例如,如果遇到音讯问题,您可以选取音讯,在电脑执行该部分的隔离测试。 您执行的所有测试的结果将显示在测试结果索引标签中。 您可以选取测试并选取右侧的检视完整详细资料,以深入了解测试通过或失败的原因。 自动扫描索引标签可让您排定执行系统扫描的时间。 您可以选取希望完成的扫描类型,以及执行扫描的时间和频率。 在HPPC Hardware Diagnostics的左侧,还有几个索引标签可让您存取更多有用的资讯。 客户支援索引标签提供您多个取得支援的管道。 您可以使用HP Smart支援。 前往支援网站,启动引导事宜难排解,及与支援人员交谈。 意见索引标签可让您留下评论,作为HP改进诊断工具的依据。 最后,语言索引标签可让您选取偏好的语言,以立诊断执行。 左下角的隐私选项可让您调整共用诊断资讯的方式。 而设定选项则可让您调整显示设定。 在HP Support YouTube 频道上寻找更多有效视讯。 继续引述资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